放置狗狗 放置狗狗 我們現在玩一個新手遊 來不得了了 全新的放置手遊 這一款是我們的放置狗狗 學園 我們玩過體育館的 我之前在講狗狗版的就是這個 就是說狗狗會進來你家 然後你要去訓練他 然後你這樣可以都要鈔票 就要講的是新手 這些玩法與新手攻略 玩法也蠻簡單的 就是我要經營一間狗狗學院 狗狗會進來我們就訓練他 訓練完之後他會給你鈔票 所以我們要幫客戶訓練狗狗 OK 訓練完之後就有鈔票了 一樣可以越闊越大 這樣 從這邊開始做一個升級教學 從這邊開始做一個升級教學 升級一樣之後可以得到更多的金幣 這邊就可以把這個 抄票機的獎勵給領起來了 有沒有設定 震動給我關掉 這邊有一個震動 你可以把震動關掉 我這把講一下升級攻略 你看這邊我們的大門 那錢也擔心單身大門 那錢也擔心單身大門 鈔票取的攻略就是一直去 升級 然後你就可以 就是你掛機的錢 就越來越多 也是一個全新的掛機手遊 也是一個全新的掛機手遊 當然這邊可以Abrimment 就是你可以管理你的一個東西 你看你之後就可以有更多的 你看你之後就可以有更多的 你看一下我們目前的收入是79塊 沒有收入是104塊 很濃亮 然後我們就一直這樣去轉 你看訓練完的狗狗他們就會在這邊跑步 算是也是蠻可愛的遊戲的 對啊你看他們就會在這邊睡覺了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基本上是這樣 好所以你看我們就一直這樣 我們就這樣 一直剛剛掛下去就可以了 好 好這邊要訓練的過程 好這邊要訓練的過程 我現在這邊就有指令訓練了 下面就有完成一些獎勵 這邊就是他的統計 蠻可愛的一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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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你們可以先升他的位置喔 不過我們這個等級先拉啦 好 所以当然钞票取得攻略就这样子 你就一直这样去取得它里面的钞票 当然最重要因为放置手了嘛 最重要当然是它的钞票的变化 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当然是容量跟数量不够 所以你们可能要先去改容量 你看之后你就有两个容量 那我们就可以升两个这样 那就一直挂机下去 那个你隔几个小时上线你的 你的钱就越多了你看 所以就一直这样放置下去 你看你看我们的那个钞票就越来越多 最重要是这个门口的一个变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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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